方便面不要再煮着或者泡着吃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新的吃法 把方便面放在锅里蒸一蒸 出锅真的是太香了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圈森林求关注 首先,快要过期的方便面不要扔了 把面饼直接放入笼屉中 再淋上适量的清水,把面饼打湿 盖上盖子,水开之后蒸上5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把红枣,一把葡萄干 一定要加入一小勺过期的面粉 先给它抓拌一下 很多人都不知道红枣和葡萄干在晾晒的过程中 它的纸皱里有很多的灰尘和杂质 而面粉则具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可以把它们轻轻松松地清洗干净 这样,做给家里人吃的时候也放心 清洗干净的大枣,我们放在案板上 先给它切成小条,去掉枣盒 最后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再放入清洗干净的葡萄干 最后再来点核桃碎 现在方便面也已经蒸好了 蒸好的面饼特别的有韧劲 关火之后,用筷子把面饼调散 先放在盆中,晾凉备用 接下来起锅烧油 油温刺成热的时候 把蒸好的方便面放入油锅中 开中火炸一炸 均好物,外饭吃炒锅 炸至定型之后,我们给它翻面 把另外一面也炸一炸 大约只需要两分钟的时间 里面的水汽就已经彻底的炸出来了 直接捞出控油,放在一个大盘中 给它晾凉 完全晾凉的方便面 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酥脆 用手轻轻一捏就可以捏碎 注意,不要捏得太碎 全部处理完毕,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模具 刷上少许的食用油防粘 重新起锅,往里面加入一大勺的白糖 半勺漂亮水 开小火,把白糖烧至融化 现在糖浆开始变得粘稠 冒着咕嘟咕嘟的大泡泡 就可以加入一勺勺的麦芽糖 没有麦芽糖的可以用蜂蜜来替代 搅拌至糖浆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现在就可以放入炸好的方便面碎 还有葡萄干,红枣,坚果碎 继续开最小火,快速的使它们搅拌均匀了 使每一个食材都能够裹满糖浆 这个时候一定要快 把所有的食材快速的倒入模具中 利用糖浆还没有彻底的凝固 用刮刀赶紧给它压平了 撒上一些白芝麻 继续使用刮刀给它们压平整 利用余温不用放凉 直接倒扣在案板上 就可以轻松的脱模 您瞧,这不快要过气的方便面 也能做出好吃的美食 一定要趁着余温赶紧地给它改刀 这样不易脆 吃起来酥酥脆脆 还有干果的香甜 小零食自己做,好吃又健康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